各位朋友,各位同道大家好,今天在和大家探讨思想观点之前 先代表全民共振平台,发表一则启示,然后发表一则倡议 这个启示就是招募全民共振平台的海外志愿者的启示 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朋友来参与我们全民共振平台海外操作团队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制作全民共振平台的文宣材料的工作 包括文字的,包括图片的,视频的,音频的文宣材料 这些文宣材料我们不是要大家坐在自己的书斋里面,凭空想象出来就行的 我们是针对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群体,我们大家分工 一人负责一块,研究他们的诉求,研究他们的动向 然后根据这些诉求和动向制作我们的这个定点宣传的这个文宣材料 那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推广工作 那制作了这些材料,要把这些材料啊推广到那些群体当中 那些阶层当中,那些地区上面去 那这个工作呢也是任务量非常大的,非常繁重的一项目工作 需要很多人的参与,现在是多多益善 希望支持全民共振理念的朋友啊,大家都参与进来 我们现在呢公布了一个公布一个邮箱 就是全民共振,这个汉语拼音,全民共振2018atgmail.com 就是谷歌邮箱,请大家记住 等一会儿呢,我也在这个视频的这个底下呀 要再标注,在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 我要标注出这个邮箱,希望大家向这个邮箱发信 希望所有的朋友,支持我们全民共振理念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襄这个议局在中国这个大变局的前夕 大家一起携手并进来完成这个历史重任 那我们也向大家保证,我们会尽量的为大家保密 我们和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 我们不希望这个志愿者大家相互之间交叉 联系,我们也不会组织一个大群 说大家一起来探讨问题 这些志愿者参与我们实际工作的这些志愿者 大家只是跟我们这个我建民原乡 那可能将来还会有另外的一两三位这样的民主人士 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 我们形成这样的几个工作团队 让大家一起来分工协助把这件事情做好 同时也尽量的保证大家安全 大家虽然在海外没有在国内朋友面对那么大的安全的压力 但是也希望大家注意到在海外不是绝对安全的 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在国内还有家人 还有这个生意 甚至是有时候自己还要再回国内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低调越好 但是我们必须得完成我们的工作 另外一则就是全民共振平台的倡议 这一部分呢是针对在国内的民运和维权通道的 我们不接受国内的民运维权通道 进入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这个操作团队的工作 但是呢我们向大家倡议 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地区 广泛的联络当地的这个维权抗争的群体 那些过去曾经上街抗争或者正在酝酿抗争 或者将来一定会极有可能上街抗争的这些群体 取得他们的联系的方法 那么对将来我们推动民主进程有极大的作用 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其中的道理 现在呢我们民运阵营呢和维权阵营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我们有一张啊 联络得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张网 这不是一个组织啊 我们没有组织啊 我们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 而是一个一个多节点的多中心的 通过多渠道大家联系起来的一张网 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民运人士 维权人士都有明确的政治理念的这样的一些人士 而且呢这个不同地区之间的这些人士 他们都相互之间都联系起来的 通过私人的关系都联系起来了 大家都成为朋友了成为战友了 那么这样在全国呢就形成了一个体系 但是呢我们在每一个地区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力量 我们没有动员力量 我们没有啊 我们的组织力量也很小 我们最多是形成一个小的团队 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动员起大的社会运动 到现在为止全国出现了这么多起大型的中型的 这个群体抗争事件 那我们民运阵营没有发挥到这个组织的功用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联络的太少了 我们过去的主要的工作是推广民主理念 这个工作是必须做的 我希望大家意识到 现在我们必须得进入到实质政治操作的阶段 那么从哪里开始 就从联络开始 从我们联络身边的抗争群体开始 联络身边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群开始 那么这些人群呢 这些群体也有一个特征 这个拿退伍老兵来讲 他们是非常非常封闭的一个群体 那么外面的人可能他们是不愿意接纳的 但是呢他们内部的这个信息的交流 是非常顺畅的 只要和其中的一小部分人 甚至是几个人取得了联系 成为他们的朋友 那么我们这个民运的阵营的 维权阵营的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观念就可以通过这几个人 在他们的那个圈子当中流传 那这样子就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将来大变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行动的信息 也会在那个圈子里面进行发布 那么这就扩大了我们的动员能力 只要这些群体当中几个人跟我们建立起了联系 形成了这个私人的友谊 有共同的理念 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团队 为什么呢 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有共同的道路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分工合作 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有一些合作 这就是一个实际性的团队 虽然我们没有机构 没有领袖 这个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组织 也没有章程这个文件 但是呢 因为我们呢 有理念 有共识 有共同的道路 这个大家一起做事情 那就是一个实际性的团队 这就是我们的组织形态 有了动员能力 有了组织能力 就是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项 主要的这两项的能力 当一个大变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动员能力 我们就会把大量的人群调动上街 进行抗争 那我们有组织能力 就会把这个街头的人群 纳入我们的组织系统 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形成政党 我们没有办法形成大规模的组织 那但是将来一旦变局开始了 一旦全国这个抗争的 这个规模已经形成了 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现在的 这个小的团队 把大规模的人群进行组织化 所谓的社会变革 所谓的革命 就是把过去这个专制的组织形态 把它打垮 但是我们要建立我们新的 以民主理念为指导的 具有民主架构的这样的政治组织 所以这个工作就要从现在开始 这个工作是一步一步的 从现在就开始组织的 这个组织的越好 联络的越好越多 我们的这个 未来转型就越顺利 未来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小 我们未来转型的速度就越快 组织化的程度越高 那么未来的这个暴力冲突就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民主派的朋友 现在一定要勇猛精进的 同时又低调踏实的要从事这项工作 所有的动员能力 组织能力就要先从联络开始 先从联络身边的这个抗争群体开始 当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民主人士 大家都来做这项工作 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张 这个可漏吞舟之鱼的这样一张大网 而是非常细密的 非常这个有实力的 有能力的一张网 我们将来可以把全国的这个抗争阵营 都网络到一起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能够和专制集团进行抗争 我们就能够击垮他们 我们就能够赢得军队的支持 我们就能够形成新的政治阵营 我们就能够主导未来国家变革的方向 我们会把这个国家从无序推向有序 从专制推向民主宪政 这就是联络这项工作的 它的实际的意义 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 那现在这几天呢 这个政变的传闻不断 甚至是还有这个军人呢 正在酝酿兵变 在近期之内 在中共内部一定会出现异动 一定会有破局这个事件出现 现在我们不能够准确的知道 到底是政变还是兵变 哪一个先破局 还是这个民变先破局 但是破局是肯定的 中共的统治肯定是维持不长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民主派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坐等中共灭亡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消极等待呢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的灭亡是必然的 但是民主的到来 民主宪政的建立不是必然的 它是有待于我们所有的民主同道 大家一起来努力才能够实现的 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罗马尼亚的例子 罗马尼亚在89年的时候 民主转型就开始了 当时是人民起来 上街抗争 军队化变 把齐奥塞斯库当时的那个独裁者 抓起来枪毙了 革命很快的就算是完成了 但是呢 因为人民参与的不够 因为民间力量 新兴政治力量 组织化的程度不够 所以这个变革之后掌握国家政权的 实际上是由原来的这个罗马尼亚共产党类 脱胎出来的这么一批旧式的官僚和军人 那么这批军人 他们的民主理念是非常的稀薄的 他们的统治的方式 是和过去的共产党 有着非常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罗马尼亚的转型是非常的缓慢 贪污腐败盛行 到现在29年过去了 才刚刚走向民主化的正轨 而他们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缓慢的 经济发展的缓慢不是因为民主化 而是因为民主化不成功 而是因为民主化的拖延 那些民主化非常顺利的国家 比如像捷克 像波兰 他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好 而不顺利的国家像罗马尼亚就非常的差 那更坏的一个例子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90年代共产王朝正式的灭亡 但是主导国家变革的 还是过去苏联共产党里面出现的 这一批比较开明的官僚 但是当这些官僚逐渐的退出舞台之后 像叶利欣这批人退出舞台之后 那么接替他们权力的是一批 具有实权的这一批官僚 像普京 他们的上台以后 就直接的把这个民主进程就中断了 开始向专制制度迅速的复辟 到现在俄罗斯的转型是不成功的 我们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 一定要吸取这两个国家的教训 这两个国家的主要的教训就是 人民参与不足 民主派民间的民主派参与不足 如果我们中国未来的民间的民主派 不能够在这个大边局当中起到主导作用 那我们不能够能够掀起大规模的街头革命 并且在这个街头革命当中 民主派不能够迅速的崛起形成 未来的最大的主流的政治势力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造路 就是会非常曲折的 时间就是会非常漫长的 人民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的大 甚至会有大量的暴力事件出现 所以为了这个民主 国家民主转型能够顺利的能够和平的进行下去 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 积累我们的动员力量 积累我们的组织力量 发展这两个能力 就是发展我们的实力 民主阵营不能够主导这个国家的变革 难道我们相信共产党内脱胎出来的那些旧官僚 他们能够主宰变革吗 难道我们相信毛左派 他们能够主导民主变革吗 当然不可能 主导变革责任在我们 在民主派 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多交流多合作 也希望国内的民主派的朋友 多多保重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